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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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件事 写出来 多ged 你们有什么 人犯袭 写不出来 嗯 OK 谢谢 看来哥当时跟我实践的时候是真的受伤的 你记不记得上一次的恐怖片快把你吓傻了 谁吓傻了 我的那时演技好 那行 又换了更恐怖的 看 看呗 过来 你上次说和教练很久没有见了 不然干脆趁这次机会解开心结吧 其实当时是我执着于比赛 极力地想要去证明自己 教练家对于来也被我拒绝了 后来他让我投降 也是为了及时止损 我知道不是你的错 回去看看他吧 你陪我 那我有什么好处呢 你想要什么我都答应了呀 是吗 不只是这件事情 我希望以后在我们的感情中 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要及时解决 不要因此而错过对方 行 我答应你 好了 好了 不报了 赶紧走吧 一会儿还得赶回来呢 这才一会儿就不报了 变了 你这女人变了 神经病 走了 好啊 爷爷 你们俩回来也不先打个招呼啊 快快快 快坐 快坐 爷爷 你看着我们牵手过来 一点都不信仰 上回来我已经看出来了 我老头子的眼光还是很蠢的 爷爷 这是我们给你挑的围巾 听进来来说要颠覆记得忙了 好好好 好 我老头子也开始想轻浮了 好好好 不错 不错 爷爷 我这次回来 想看一下董教练 应该的 待会儿 我跟他联系一下 其实董教练以前是爷爷的学生 爷爷年轻的时候是小学老师 好好好 退休之后 就看了这个小卖部 这样 嗯 爷爷以前找颜的吧 你怎么知道 你这么会怼人 一看就是从小练的 来 来 小魏 来 嗯 教练 喂 您排卖人员 都谈恋爱了 在一起一段时间了 你怎么突然想起来回来了 最近听到了一些声音 也让我明白了一些事情 什么 当年要不是你及时交替比赛 我可能伤得更加严重 可是我却怪在您头上 是我不对 小北 你的意思 你还是认我这个教练吗 前两年一直没来看你 也没有联系 是我自己在和自己作对 相不相谁证明其实都不重要 不不不 作为教练 也是我的失职 当年的意外谁都不愿意发生的 而且我也想明白了 我不能再逃避了 好 吴康来找我了 他知道我是带上比赛的 所以想和我再比一场 我答应了 教练 我想请您一起去看 别说 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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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混音 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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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才发现我比想象中更期待今天 这几年我一直没有遇到过让我更期待的对手了 对 那怎么整的还挺肉麻的 这可能就是对手如知己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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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乱动 算命啊 输了也不丢人 毕竟武康是现在的全国冠军 但是啊 在我心里你一点都不比他差 我知道 但是以后的比赛跟训练还是要小心一点知道吗 拳击哪有不受伤的呀 我知道这种比赛受伤是在所难免的 但是也要记得擦药 听到吗 这样才能好得快一些 我知道有个办法可以好得更快 什么 干吗 给我充充电 对啊 这样就能好得快了 丢屁 灵感枯竟 怎么了 想不出来接下来怎么写 谢谢 那走 带你出去偷偷起来 算了吧 我还是在家里苦思冥想 想 想接下来的剧情 也不是 就是有一个新的剧本 我只想了一个开头的雏形 接下来怎么发展 想不出来了 你就没想过写我们的故事吗 对啊 我有这么多素材 吃得有大理 那作为男主角 我是不是该受完全肥呢 你说得有道理 你先把眼睛闭上 这什么东西啊 这是尖尿机 我不要 我不要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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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 忽然好想喝鸡汤啊 我 我有事先出去一会儿 你在家等我 开灯 不 走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伙子 你在这儿逛了半天了 你想买点什么呀 那个 我女朋友最近总是熬夜 所以我想给她做点好吃的补补身体 对你女朋友真好 那你听阿姨的吧 给她买半支鸡 然后回去加点板栗啊 茶树菇啊 炖一炖 然后加点盐就行了 行 那给我来这一煮吧 好的 谢谢 沈岸 你是不是又帮我拿什么东西了 沈岸 沈岸 你干嘛呢 开门 哦 怎么办 怎么办怎么办 哦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你来 你来 满满 干嘛那么不开门 妈 你来怎么也不跟我提前说一下 我去接你啊 就来看看你也没让你去接 来 你看这房子乱的 我就说你们这年轻人 大人不在身边 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你 我 我 我会收拾的 我 妈 您先坐 我一会儿带您出去吃好吃的 出去吃多浪费啊 咱们在家自己坐 你去洗洗手啊 啊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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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阿姨 我们是认真在一起的 我很看重这段感情 我也会对她负责任的 我 我 从小被爷爷带来了 然后我现在是一个 全街教练 我是有工作的 所以阿姨你放心 我早就猜到了 就你们俩这小伎俩 还想瞒得点我 我一进门就看到那拖鞋 在床下边了 妈 我也不是故意要瞒你 就是太突然了 我没准备好 我知道 上次她送你回家的时候 我就看出来了 她呀 是个很好的小伙子 谢谢妈咪 好了 快给人家把拖鞋拿出来吧 对对对对 这些投稿都石沉大海了 别着急 会有机会的 现在微博小故事很火 不然我把它们整理一下 变成一个小故事集 挺好 你就没有想过 去参加一些比赛吗 算了吧 我还不信 行 我去洗个头清醒一下 回去等等吧 如果选上的话我们会通知你呢 还不错 哦 谁 喂 剧本大赛 我 沈娟娟你好 您的剧本花的超时空拯救 已通过组委会的筛选 将进入最后的投拍程序 请您与近期注意组委会的通知 入选投拍的剧本 将由国内的知名导演协助拍摄 你最爱吃的梅子 是 我 我的剧本通过投拍 摄选 真的假的 但是我没有投过呀 是徐北 那你是不是就要成为编剧了 真的吗 来 讲一颗你最爱吃的梅子 来 哼遭 掌面 来 准备uesto 准备 滚 不 你找我干吗 我有事要为你 你突然找我做什么 那个剧本大赛 是你给我报的名吗 我之前看你犹豫了很长时间 所以 看你一直没有下定决心 我就替你脱稿了 你不会怪我吧 你知道吗 剧本通过了 它进入了最后的投拍筛选 如果不是你的话我都不知道 我都还能得奖 谢谢你们 之前你小心翼翼地劝我 会到拳击赛场 我想你可能也需要你的光 我希望实现你的梦想 让你的才华 也全世界都能看见 你看过我的剧本吗 你看过我的剧本吗 没有 我怕你介意 所以没看 我写的是你的故事 我希望 你可以在我的故事里圆梦 在我的故事里 你永远都是人中军 朗朗的季节 都平凡的特别 耀眼的流星中的你遇见 跳动的思念很深浪 像烟花绽放 心碑融化 相恋的世界 每一天都新鲜 秋日的彩香 非常感谢各位来到 花的超市空拯救的首映里 那么接下来有请导演兼编剧 沈安女士来分享她的这本操作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沈安 这个故事 讲述的是两个年轻人 为了心中的挚爱而奔赴 其实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梦 但是如何将他实现 不将他抛下 却是一个难题 这个剧本能够顺利完成 并且投拍上映 我想要感谢一个人 是他一直陪在我的身边 支持我 鼓励我 给我进去创作下去的勇气和决心 在这里我想对他说 谢谢你 也想说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有缘的流星装了你遇见 跳动的思念很绚烂 像烟花绽放 心碑融化 相恋的世界 每一天都新鲜 秋日的彩虾 将故事翻页 有你的世界 微风温柔 情之梦 照亮 些事 有 浪漫的季节 多平凡 都特别 耀眼到流星 装了你遇见 跳动的思念 很深烂 像烟花绽放 心碑融化 相恋的世界 每一天都新鲜 秋日的催下 将故事翻页 有你的世界 微风温柔 静止 梦 照亮 现实 地霜 散 一下 耳梦 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